各位早晨 過去兩三天 我應該有看了五齣恐怖片 因為我要全部寫出來才記得 我不太記得 不知道是四齣還是五齣 所以排隊也有排出 如果要講完這麼多電影的話 希望我錄到後面我還記得 我看過那些電影 究竟我心目中的印象是怎樣 不過這個Prince of Darkness我還記得 這部電影是John Carpenter的電影 即是拍Halloween The Thing 他拍了很多恐怖片 也拍了很多動作片的導演 這部電影我以前小時候有看過 但早前我在電腦按出來看的時候 我完全沒有印象 就好 他不好的部分就是如果他好看 其實我應該會有深印象 因為我挺好記性 沒有印象就是一般 但好的地方就是 如果我可以當新戲看 即是有個新鮮感 所以我開了來看 一支這部電影的故事 其實我開始當時也挺有趣的 我也覺得 他的故事就是 有一個天主教的教會 有一個比較老的神父 即是牧師 他就過了身 然後就有另外一個神父或牧師 去收拾他的東西 發現原來那個人 他一直以來 在一個地牢 那裡 他就儲著一盆東西 就是一個綠色的執液 即是一大盆 即是會動 而且他也保持著 有一本 是很古舊的manuscript 即是那些很古舊的抄本 即是那些 用一些很古老的語言 他有提到什麼coptic 即是用那些 你不懂得看的文字去寫的 然後這個人 按他的理解 就是那些東西 就是養著 類似像撒旦那樣的東西 又或者是 撒旦的毒生子 又或者可以是 他可能擔心 即是快要末日 他遲早都會爆出來 所以他就找了 一班的科學家 就是去研究那些東西 以及去看那一本 即是古代文獻 究竟寫了什麼東西 因為他相信 那個古代文獻 是寫了一些類似 語言的東西 所以這張電影 即是這張電影 即是他最初的設計 我不是穿巧的 就是說 有一班人 就聚了去那間教會 那裡 然後 然後 有一些 就是研究那些東西 去分析那些成份 那些 其實我不知道他們在分析什麼 因為他們是打不開 拿不到裡面的執液出來 總之他在分析 你不要管 另外 也有個人 在看古卷 在翻譯一些語言 那些人 就開始 有人死 有些人 類似 像鬼上身 或者是惡魔上身 然後 就去到結局 大概是這樣 這齣戲的一個流程 即是有很多細節 我沒有說到 這齣戲 那些演員 我覺得 他有很多演員 因為他是一班科學家 我印象中 沒有誰特別突出 他裡面有一個 很明顯 你覺得 那個是男主角 但那個男主角 很醜 劉蘇 他覺得自己很有型 他自覺自己很有型 劇情又說他吃女兒 又性 混女兒 但我覺得那個男主角 很悶 我也覺得他挺醜 我覺得這麼多角色 最突出的就是 那個poster 那個神父 你可能認得他的樣子 這個就是在Halloween當醫生 他的氣氛其實不算多 但當你看到他的時候 是挺好看的 至於那個故事 其實一開始的時候 我覺得是挺有趣的 因為我完全不記得 所以我看一開始的時候 我覺得挺有趣 即是他是用一個科學的角度 去拍這個恐怖片 他真的有一班科學家去研究 那個撒旦再臨 這件事 我覺得好像挺過癮的 但是他 他的原本是 過癮 但是他的實行 我覺得就是有點懶 因為他 例如他那些科學家 他在驗 然後有個人突然發現 很大發現 他看到有個圖表 畫了幾下東西 他說那個圖表就是代表 即是那鞏的執液 即是他有思想 又或者他可以用那個念力 去令到那個鞏以外的死物 移動 即是他可以有念力 有超能力 但是你不明白 你怎樣會看那個圖表 可以看得出這件事 對吧 因為這件事以前是沒有的 即是你也想像到 即是你說以前發生過 那你就會知道 即是那個圖表這樣畫的時候 就代表那件事 那件事之前是沒有發生過 那他為什麼會知道那幾筆 就是代表他有超能力 但他就代表他 即是你看到那一刻 你只能夠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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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覺得 因為他開始的時候 他設定了科學角度去看這些事 所以我對他的要求 又會高一點 我會要求他 你應該理性多一點 即是你即是老作也好 你都作過好一點的理由給我 但是他就沒有 即是他就是要求那些觀眾 純粹接受那件事 然後就繼續看下去 我覺得就好像差一點點 因為他 他如果花點心思量 其實是可以 你可以覺得這個故事好像幾聰明 可惜這件事是沒有發生到 而且他裏面 他這張戲 他剛才說 他用科學角度去看這些事 但是這張戲 他建立到某一個位置 之前你仍然覺得是有趣 因為你想看 他會發現什麼 你從一個這樣的角度 你會看到什麼 究竟他這張戲 會向哪一個方向發展 但你看到某一個位置 你就知道 原來他 他不是向哪一個方向發展 但你看到某一個位置 即是他開始有些角色 他們開始有些鬼上身 即是他這張戲 是說 那個執役 即是他 他鞦野 是蜜蜂 但他有時候 是可以洩水出來 如果他洩水 就好像口爆一樣 即是他洩入一些角色的口 然後他就會鬼上身 然後他自己本人 也會在他的口 又洩出口水 另外其他人碰到 他也會變成鬼上身 但是 這張戲 去到那個位置 開始很多角色 他都變成鬼上身 突然間 變成像喪屍片 即是 就是一出鬼上身的電影 純粹 去到那個部分 我就覺得很重複 我覺得甚至乎是有些沉悶 因為他有很多角色 你是逐個角色看他中招 所以 去到那個部分 我覺得突然變得很無趣 然後做一下就完結 所以 那一部分 我是覺得一般 而且我不喜歡他 口爆鬼上身的設定 因為他拍出來 其實也拍得不太好 你知不知道 那些角色 他每一個都是 那些 那些 他有一個水柱 噴在他的臉上 他不是 另歪面 又或者是合口 他是 用口去迎接 那些 射出來的執液 你知道嗎 我覺得 甚至乎 甚至乎 不是一個 合理的反應 你起碼 另歪面 撇上嘴 不是 每個人都抹大嘴 所以 簡直是想奪口去喝 那樣 我覺得 簡直是拍得不好 但是 後半段 有一件事是好 就是 他的特技做得很好 我覺得 例如 我印象很深刻 就是 有一個 人 被螞蟻 吃了 整個人都散了 被螞蟻 又或者 有一個 差不多 好像 Hell Racer 臉 都破爛了 表皮都破爛了 融了 我覺得 那些特技做得很好 那些 感覺不是 現在的 恐怖片 用CGI 做一些 噁心的畫面 那種質感是不同的 你用CGI 會做得很順滑 那種感覺 那種感覺 沒有那麼 噁心 沒有那麼噁心 所以 那些照片 是拍得很好 但是 整體來說 這齣戲 我覺得 是 有點曬了 我看完 我看過 開頭 我期望他後面會有趣很多 誰知道 不是 所以 我給他評分 我想是C至C加之間 我想是 不過 可能我看的時候 我都有點累 所以 看一看 我會沒有了耐性 那樣 對某些人來看 可能會 C加 對我自己來說 是C加 我會不斷 可能會 我會不斷 我會沒有 你 我會想 我會想